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大学男篮 排名一篮 圣诞节过后的一天 由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主导的美国大学校技男子篮球队排行榜更新 来自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队以11胜一代的成绩 仍然高居榜首 在这份排行榜名列前十名的学校代表队 依序还包括来自堪萨斯州劳伦斯的堪萨斯大学队 德州休士顿大学队 亚里桑那大学队 汤乃迪克州大学队 田纳西大学队 佛罗里达大学队 肯塔基大学队 北卡罗莱纳大学队和校址位于威斯康辛州密尔马基的天主教马基特大学队 这份名单的第11名到第20名 包括以下大学代表队 伊利诺大学队 奥克拉荷马大学队 华盛顿州斯波坎的钢萨加大学队 犹他州杨百汉大学队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队 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队 德州贝勒大学队 南卡罗莱纳州克里门森大学队 田纳西州曼菲斯大学队 维吉尼亚州哈瑞斯堡的麦迪晨大学队 名列第21名到第25名的球队 还有德州大学队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天主教克莱顿大学队 威斯康辛大学队 密西西比大学和普罗旺斯学院队 上一届美国校级运动协会男子篮球年度总冠军为康州大学队 其他进入最后四强的队伍 是圣地雅各州立大学队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队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队 彭广阳 2023年12月26日